在越南女首妇被判处死刑之前 张美兰这个名字很少在越南以外引起关注 从张美兰在越南呼风唤雨的贪污手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 腐败与繁荣并存共进的景象 那是不少经济实力由虚弱转为强盛的国家 几乎都要坎坷一番的必经之路 67岁的张美兰是越南第四代潮州华人 她的名字虽然没有在越南的富豪榜上出现过 却实实在在是越南的女首妇 张美兰先是从一个市场摊贩做起 跟母亲一起售卖头发饰品和化妆品 1986年越南开始引入经济改革 张美兰也正式下海进行土地买卖和房地产的事业 到了1990年代 她拥有了一系列的大型酒店和餐厅 并逐渐在政坛和商业圈子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这是越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审判 有人甚至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诈骗案 判决书上的资料显示 张美兰从西贡商业银行非法提取了440亿美元 那是大约590亿新元 590亿是什么概念呢 差不多是新加坡2024财政预算 提拨给社会发展的总预算 这就包括了卫生部 教育部 国家发展部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人力部和通讯及新闻部 八个部门的预算总数 张美兰并定罪 判决要求她归还362亿新元 检察官还说 这笔钱可能永远无法追回 因此一些人认为 法院是用死刑判决 来逼使她归还一部分失踪的几十亿美元 越南官方一共传唤了2700个证人 还有10名检察官和大约200名律师 参与这次审判 据说张美兰涉案的证据一共有104个箱子 总重量达到6吨 跟张美兰一起受审的还有其他85名被告 不出所料 张美兰一一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虽然判了死刑 张美兰还是可以上诉的 专家说 更快的经济增长对越南来说 意味着更多的腐败 如果要打击腐败就可能影响到经济活动 可以这么说 越南经济的增长模式呢 长期以来一直是依赖着腐败 而腐败滋养了经济增长 腐败就是使机器运转的润滑剂 张美兰是86名被告中唯一不承认犯罪的 其他85名被告都被判缓刑三年至终身监禁不等 张美兰的命运紧紧牵动着越南的未来 越南能不能从这个腐败的漩涡中逃脱呢 这得看看这个快速上升的经济体 有没有洗心革面的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